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陈紫阳面无表情 甚至是有一点强颜欢笑 表情非常的难寻味 看似并没有一位老公拿到市地而感到兴奋 可镜头一转 陈紫阳在台下又主动抱了抱老公 让一旁看着的汪明泉都露出了欣慰的相容 港媒更是称两人的这一幕为 万千新辉颁奖典礼2020上最精彩的一幕 陈紫阳前后变脸也让网友嘲讽他 才是真正的事后 陈紫阳全程对老公表现冷漠 但除了这一个一抱就撒手的礼貌性的拥抱 陈紫阳在颁奖礼上对自己的老公全程都表现得很冷漠 让两人离婚的传闻再起 陈紫阳从走红毯时就避谈老公 颁奖礼以后他直接表示身体不舒服先行回家 就坐上了好友的顺风车离开 留下了王浩信一人在TVB 紧接着凌晨一点半左右 陈紫阳上传了一张电脑的照片 上面有一张写着 麻烦打印工作纸与时间表 谢谢的值 应该是女儿所写 而陈紫阳则配文说 回家还要替小宝贝准备明天功课 失业家庭两坚固 真的不容易 但我会尽力做到最好 Good night 只字未提老公护奖仪式 仿佛眼里只有女儿 中午他再次分享美照 感谢大家为他投票 虽然昨晚未能得到任何的奖项 但能够参与已经很感恩 因为钱力远给我的已经很多 我最想感谢的是 投过我票的每一位朋友 多谢大家 在心中我会继续的做好自己 陈紫阳的两个动态里 无论是照片还是文字 都未提及老公王浩信 态度冷漠的让人觉得反常 还渗出了一种疏离感 两人的婚姻状况继续扑朔迷离 事后呢 当媒体问起陈紫阳 这次为何对老公获奖表情 如此冷静 他解释自己当时很惊讶 因此分了心而已 加上天气冷令到自己全晚呢 有一点不适 所以呢 才有这个反应 他还笑称 王浩信过往得奖 也有向他致谢 同时呢 指自己悉心照顾女儿呢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 而王浩信呢 对老婆的反应 一边呢 帮老婆打圆场说 是太累了 很正常 一边呢 告诉记者 我没有留意他的表情 所以这位哥在感谢老婆的时候 都不看他的脸的吗 可以感觉得到 夫妻二人的回应都相当敷衍 2008年 王浩信和大他两岁的 陈紫阳因戏深情 交往了两年后 两人的趁着 2011年11月11号 好日子结婚 并在2012年4月底呢 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王浩信和老婆在女儿出世后 也有过蜜月期 二人呢 常常在社交平台上 晒家庭的合照 陈紫阳呢 也会出席老公新剧宣传 帮他建立好形象 近年 王浩信尚未成为TVB一线男星 好爸爸的形象 绝对是他的助力之一 但是因为拍剧 他和女人之间 传出绯闻的事情 也时有发生 黄昕颖 江嘉敏 包括这次一起被封世后的蔡思贝 都曾和他传出过绯闻 据感媒报道 王浩信上一次得失地的时候 蔡思贝呢 本来在后台接受采访 听到绯闻男友获奖后 他强行中断了采访 跑到台下看王浩信发表 获奖感言 拉都拉不回来 背朝忘夫时 这样一想呢 或许呢 成交黑脸呢 也是有原因的吧 两人结婚九年多 对比以前王浩信呢 还会出面摆正老婆的 正宫地位 甚至呢放话王太只有一位 近年呢 陈自瑶对夫妻关系的传闻 回应越来越淡然 2018年就有消息传 二人离婚 陈自瑶呢 把老公赶出了家门 陈自瑶呢 出面否认了这回事 却承认一家三口呢 虽是在一起生活 但王浩信呢 因为公事 需要令租地方处理 两人呢 已经是楼上楼下的关系 女方呢 当时也拒绝用恩爱来行 夫妻关系 说是老夫老妻 对于不带婚 借世人呢 就说向来都不带 近年来呢 两人离婚的消息似奇 他们也不回应 王浩信工作依旧 陈自瑶的晒照 也多以自拍为主 夫妻俩的合照 近乎为零 而且呢 文字常常流露出 自立自强的正能量 避免惹来遐想 不过呢 婚姻总归是 两个人的事情 他们的感情究竟如何 也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这几年来呢 王浩信忙于事业 夫妻俩呢 本就聚少离多 加上呢 男方绯闻不断 婚姻触交 两人避免冲突 见面的次数 更是少得可怜 三年前呢 王浩信和蔡思贝 合作采过界 传出绯闻 随即呢 被搞没接穿 和妻女分开住 少了陈自瑶的监视 王蔡二人呢 愈发高调 王浩信被拍到夜访 家人相归 两小时 两小时 说场不场 说短不短 没有人会天真道 以为他们孤男寡女 在家喝茶 吃茶烧包 聊剧本 作为女人 看到老公深夜到访 单身女性相归 这样的丑闻 还要闹到人尽皆知 陈自瑶呢 这样悲愤交加 是要首次渣男小三 偏偏在此时呢 又爆出蔡思贝子残 逼王浩信离婚 当时呢 王浩信被受力捧 正值上位的他 不愿自毁虔诚 于是呢 又是贵又是囚 向老婆陈自瑶三指发誓 保证呢 下不为例 最后呢 斩断桃花 回归家庭 不久之后 王浩信和陈自瑶呢 假装恩爱 在高层面前呢 树立好男人的形象 赢下了当年世帝 原以为丈夫非黄藤达 自己也能共享富贵 可心的陈自瑶的信和配合 到头来呢 竟是痴心错付 得奖以后 王浩信呢 背着陈自瑶和妈妈去买房 此事曝光后呢 王浩信担心爱妻人设崩塌 于是呢 声称房子呢 是送给他妈的 当外界呢 赞扬他一片向心时 港媒呢 却发现 说好送给妈妈的房子 只写了王浩信的名字 丈夫如此用意 陈自瑶呢 再明白不过 他很清楚 这个男人的人生规划里 没有自己 或者说呢 他是在提防自己 看透了王浩信的心思后 陈自瑶呢 决心自理根生 并将重心呢 放在工作和女儿的身上 和事业上扬的 王浩信不同 陈自瑶呢 多年来被TVB投闲致散 收入有限 为了赚钱呢 他不得不硬着头皮 向监制导演 自我推荐 争取呢 演出机会 平日里呢 他还不惜大秀事业线 晒三点试拥 装照 意图催旺人气 多接工作 一直以来呢 许多人都为陈自瑶 打抱不平 甚至呢 有人希望他能勇敢的离婚 脱离苦海 但影像了王浩信是 TVB的中间力量 公司呢 已经下了死命令 不许他传出半点的 负面新闻 包括离婚 如果呢 陈自瑶不愿配合 那他将会被 TVB血藏 离开目前 这样一来呢 别提自理根生了 就连事业前程呢 都毁于一旦 迫于无奈 陈自瑶呢 只能听令于公司 不敢轻举妄动 风流丈夫偷心 愧对自己 却要顾及双方的事业 不能伸张 心里呢 难免憋屈 由今呢 小三近海和丈夫 同台得奖 让他情何以堪 所以呢 也难怪陈自瑶呢 挤不出半丝笑容 指黑脸以对 王浩信的感激之言 2019年 黄新颖呢 和许战出轨遭曝光后 陈自瑶呢 也是点赞 骂黄新颖的动态 有爆料称呢 王浩信和黄新颖呢 早前合作演戏时 手牵手 整天的粘在一起 关系呢 显得很暧昧 这也难怪 陈自瑶不对 新颖心存借地 因为王浩信 绯闻不断 与多位女模特 女星传出绯闻 之前呢 还曾爆出 王浩信和陈自瑶呢 已经两地分居了 但究竟真相如何 双方呢 还均未对此 做出正面的回应 但看陈自瑶呢 对王浩信的态度 看来两个人的感情呢 确实出现了问题 将上的双方在网上的互动 也几乎为零 所以在外人看来 确实已形同陌路 好了 今天八怪与子将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明天见